欢迎收听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811回由桑子播讲 山谷的入口处是一个约莫几丈宽大的通道 在那通道上方的山壁处 小一仙和新兰盘腿而坐 在他们的身旁是眼神空洞的地妖魁 新兰玉手托着香塞 目光不断地望着山谷中扫穴 这几天的等待谷中一直没什么动静 也不知道进展的究竟如何了 轻轻地打了个哈欠 新兰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刚要对着身旁的小一仙说话 小一仙紧闭着眼眸却陡然睁开了 她俏美的脸颊涌上了一抹凝重之色 怎么了 见到小一仙这番模样 新兰也吓了一跳 冰河谷的人来了 小一仙美目中闪烁着冰寒之色 她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淡淡地杀意 逐渐地从体内缭绕而出 听得小一仙此话 新兰脸色也是骤变 目光连忙朝山谷外望去 果然在那远处 隐约见到了一些白色的人影 也就是恶难独女吧 在新兰目光万象谷外的时候 一道淡淡的苍老的声音 突然缓缓从远处传来 然后落进了小一仙二人的耳中 对于这道声音 小一仙没有回答 她美目闪烁着冰冷之色 玉手一握 澎湃的灰紫色斗气 犹如两条巨蟒般的 缓缓地延伸出来 玄疾在周身 蜿蜒席卷 在那道苍老的声音落下后不久 骨口处的空间 突然轻轻地拨动起来 玄疾一道阻着舌拐的 勾楼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小一仙二人的 目光之中 随着这道勾楼身影的出现 她的身后 又响起了大片的破风声 片刻之后呢 一道道白色的身影 整齐地落在那勾楼身影之后 现身之后 这群人都默不作声 隐隐间一股肃杀之气 缓缓地扩散而开 令得周遭的毒气 都被冲散了许多 在那道主着舌杖的老者出现的时候 小一仙的眼瞳就微微一缩 玉手悄然紧握 声音清冷地说道 果然是斗宗巅峰的强者呀 冰河谷还真是舍的 那主着舌杖的老者 哈哈一笑 嘿嘿嘿 为了恶难毒女 有老夫出手倒也不算太过 而且按照我冰河谷的规矩 杀我谷中长老者 必然也得把他抓回去 以急刑处置 这个老人 赫然便是洛神剑 寻找硝烟一行人的那位 冰河谷的舌长老 此刻 他细密的眼睛 看了一眼山谷上方的小一仙 微微一笑 声音中有着一股 漠然的味道 小一仙身后的心蓝 也是因为那突然出现的 大匹冰河谷的强者 脸颊略微有些苍白 他 他是冰河谷的天蛇长老 特别是他的目光啊 顿在那个老者身上的时候 那份苍白就更甚了 当下 师生 颤诱着问道 天蛇长老 小一仙也是一梦 玄吉略微有些动容 对于这个人的名声 即便是他这个进入 丹玉不久的人 都有所耳闻 传闻啊 这个老家伙 不仅实力强悍 而且 也是将冰河谷 那冰尊晋 修炼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寻常的斗宗 根本不是石河之将 而且此人每次出手 都不留活口 而且 还仗着那兵尊晋的霸道 把对手生生的 动成栩栩如生的冰雕 令人望而生畏啊 这个老家伙的凶名 在忠誉 可是相当不弱 小一仙倒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冰河谷派出的强者 居然便是这个老怪物 天舍长老 舌拐轻轻地处在地面上 堕了堕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 我记得似乎还有一位青年 喝一道实力不错的灵魂体 吧 让他们也出来吧 今天老夫不会放过一个人 不然不好跟谷主交代啊 小一仙冷笑 哼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说着 他偏头对着新兰说 你去谷中 照看硝烟他们 啊 文言 新兰迟疑了一下 但一想到自己留下来 只能成为小一仙的累赘 他一咬牙 迅速地后退 跃进山谷之中 看来 都是在这山谷里 嘿嘿 难道是因为上次 跟天独蟹龙兽交手时 受伤了吗 小一仙淡眉微重 没想到 这个老家伙居然还知道 他们和天独蟹龙兽交手的事 果然是有些门道啊 在天蛇长老身旁 那三名白衣长老 看了一眼小一仙 然后躬声说道 说老 此女就交给我们吧 你老歇着便是 不用 嘿嘿嘿 对于这恶难独女 老夫也很感兴趣 说到这 天蛇突然摸了摸耳后 那里有着一块 黑褐色的伤疤 伤疤上隐隐 有着一心难看的坑洞 就犹如肉块 被从那里生生挖走了 看上啊 就让人浑身打寒着 摸着这块伤疤 天蛇浑浊的双眼 涌出一股寒意来 上次和那位恶难独体交手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不过对于他我倒是记忆颇深的 今天就让老夫看看这一届的恶难独体又能达到何种地步 文言 那三名白衣老者面面相续都不敢再言语 当眼惨败于那位拥有着恶难独体的强者手里 一直都是天蛇心中的血霸 他们可不敢在这上面多说什么 拄着蛇拐 天蛇缓缓地走出来 你们守住山谷的四周 别让任何人跑了 说着他脚掌轻踏虚空 一步步地行尸半空 目光瞥了一眼小一仙和身后的地妖魁 淡淡地笑道 今天除了你以外 山谷里不会有其他的活口 小一仙脸颊冰寒 目光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山谷里 玉手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骨中依然没有什么动静 看来天火尊者的肉体融合还没有完成 清晰了一口气 小一仙连不轻移 只能尽量地拖延时间了 希望硝烟他们能够加快速度吧 就在他脚步刚刚踏下的时候 一旁的地妖魁 却犹如受到牵引一般 砰的一声 一脚狠狠跺在地面 旋即直接对着那个天蛇呀 暴虑而去 尽撞 小一仙也急忙施展身形 迅速地跟上 掌心中磅礴的痘气 化作两条灰紫色痘气巨蟒 吃的一声 滑破长空 对着天蛇誓咬而去 望着呢 首先掠来的地妖魁 天蛇却是淡淡一笑 这是地妖魁吗 果然是有些不凡的 不过真正的斗宗巅峰 可不是依靠数量 就能够抗衡的 他干枯的手掌 缓缓一握 只见得地妖魁 面前的空间 诡异的蠕动 瞬间之后 居然直接化作一片实质 碰 地妖魁 狠狠地撞击在那片 空间墙壁上 上面所蕴含的反弹效果 尽数把那份力道 送还到他的身上 旋即直接把他震得倒飞而出 随手震退了地妖魁 天蛇长老干枯的手掌缓缓抬起 然后对着小一间所在的风向猛然的一抓 顿时一只丈许庞大的寒气巨掌 抱舍而出 一把抓住了两条灰紫色的斗鸡巨蟒 狠狠地一捏见了 两条巨蟒就崩然爆碎 画作无数的光点 一掌捏碎了巨蟒 天蛇脸庞上浮现一抹冷笑 手掌一挥 巨掌闪电般地出现在小一仙的面前 然后一掌狠狠地扇了下来 感受着那猛然而至的惊人寒气 小一仙翘脸顿时一变 在这种惊人的寒气之下 他察觉到体内的斗气流转 都好像变得阻塞了起来 好强的兵尊近他 脸庞上涌上了一抹凝重 浓郁的灰紫色斗气急速地从小一仙体内抱涌而出 然后闪电般地在他头顶凝聚着 砰 寒冰掌毫无阻碍地落下 与那浓郁的灰紫色斗气碰撞间恐怖的寒气暴涌而出 那灰紫色斗气之上顿时浮现了一点点细小的冰屑 巨掌落下几乎成催枯拉朽之势 把小一仙的防御尽数摧毁 防御轻易被破掉了 小一仙还来不及后退 那庞大的劲力就隔空击中了他的身体 当下小一仙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郊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 重重地撞在山壁之上 强猛地进到 令得山壁都出现了一道裂缝 仅仅是一个回合 小一仙便不敌而退了 斗宗巅峰居然强悍如此啊 一掌击溃了小一仙 天蛇微微一笑 刚要去追 一道银色的身影 汗不畏死的再次暴力而来 拳头上荧光闪烁 感受到银色全影 上面的灵力进风 天蛇眼中却浮现一抹淡淡的不屑 空有一身蛮力 对付寻常斗宗尚可 但是对于他来说 却无疑只是莽浮 雪白的寒气迅速在天蛇手臂上凝聚 转眼间便化作一支寒冰拳套 寻急一拳击出 就听到 砰 冰拳和低腰溃那一拳的 以一种极具视线冲击力的速度 狠狠的撞在一起 顿时冰屑四剑 冰屑从拳头上四射而出 天蛇一声冷笑 手臂突然犹如蛇一般诡异的蠕动起来 旋即猛的一震 潮水般的力量 在其手臂蠕动间抱涌而出 这股力量中似乎蕴含着低腰魁的力量 那诡异的蠕动方式 几乎将低腰魁击出的力量尽数反馈了而回 尽力呈波浪形扩散而出 低腰魁的胸膛处 直接凹陷的出现了一个半指身的拳印 若非他本身没有半点生机和痛觉 恐怕啊 光是这一拳 他便就得死在天蛇的手里 不过即便如此 低腰魁依然被狠狠的震落而去 最后接连震碎了好几块巨石 方才深深的嵌入山壁之中 哼 不过如此 手掌 捂着舌拐 看着虚空 天蛇望了一眼迅速溃败的小衣仙 淡淡的一笑 比起上一任的恶难毒体 如今的你可差了不少啊 乖乖的跟我回冰河谷 或许还有条活路 嘿嘿嘿 不然的话 下场不会比其他人好 小衣仙 脸颊冰寒 抹去嘴角的血迹 手印变动 他刚欲解开恶难毒体 一道倾笑之声 却突然缓缓的从山谷中传出 我看回冰河谷就不必了 这洛神剑是个不错的埋谷之地 哈哈哈哈 用来埋葬你这把老骨头 待遇应该不差呀 嗯 半空中 天蛇脸庞上的笑容缓缓收敛 他目光阴沉地往着谷口方向 那里 两道身影 缓步而出 天蛇的目光 在前面那道年轻身影身上顿了顿 旋即就转向在后面的那名脸带笑容的老者 然后阴沉的脸色 然后阴沉的脸色缓缓的凝固 斗尊 轻轻的声音 行着一丝呆滞和惊骇 传遍而开 令得这片天地间的空气悄然宁静 斗尊 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宛如拥有着一种异样的魔力啊 瞬间令得这片天地的空气都凝固住了 那众多冰河谷弟子所形成的肃杀之气也在这两个字下土崩瓦解 山谷之口 两道身影徐徐的走出来 萧炎把一旁的小一仙扶起 看着他嘴角依然残留的血迹 脸庞上那份轻笑不由得更浓 只不过这笑容中还满擒着杀意 小一仙看着萧炎和身后的天火尊者 惊喜的问道 成功了 嗯 你没事吧 一点小伤而已 小一仙随意的点点头 这次他可留了个心眼 并没让那冰尊静侵入体内 再加上天蛇想要活擒他 长相也有所流利 因此伤势不算太重 萧炎抓住了小一仙的御守 在探测了一番之后 方才略微放心 偏过头 望着天空上的脸庞突然变得阴晴不定的天蛇 微微一笑 哼 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轻啊 嗯 天蛇面色阴沉的看了萧炎一眼 冷哼了一声 目光转向了天火尊者 虽然后者从出现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可是从了体内弥漫而出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压迫之感 却令得天蛇有种心脏紧缩的感觉 这种压迫感 他只从冰河谷的谷主和另外一个始终压他一筹的老怪身上感受过 而这两个人都真正的踏进了窦尊这个层次 那么也就是说 这位看上去平时无奇的老者 定然也是一名窦尊强者 这个人的容貌 应该便是当日的灵魂体 当时看他不过才八星窦宗啊 但是如今看来 应该是此人故意为之 天蛇心中念头极转 由于彻底把灵魂融入了这副新的躯体 乃至于躯体的容貌 居然也随之改变 变得与天火尊者灵魂完全相同 所以天蛇才能在第一眼的时候啊 就认出了天火尊者就是当天的那道灵魂体 这位朋友 你杀我冰河谷长老的事 我们可以不追究 但是这几个人 我冰河谷却不能放过 还望能够看在我家谷主的面子上 天蛇 嘿 也的确不愧九福盛名的强者 即便面对着斗尊强者 在略为失态之后 便能从容的镇顶而下 冲着天火尊者客气的一抱拳 但是可惜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生生的打断了 我和你家谷主不熟 这面子老夫也不用给 嘿嘿 好了朋友们 预知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魄苍穹第812回 各位好 我是桑子 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 326598251 326598251 跟我一起畅聊斗魄 一同感受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be derecho 1-800 сотруд你的 2205-800举 910851156ー3193 养费